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历史台 今天我又请到了文革学者 在东西方都接受过学习训练的文革史专家 徐有余老师 徐老师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讲到文革博能的第11讲 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我们讲要从老毛和他的一个老乡 叫刘少奇开始讲起 老毛是在湖南的湘潭的烧山 刘少奇是在湖南营乡的花明楼 这其实这两个县呢 是宁静县 可以说是相距的距离不太远 但是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 和他们后来参加革命的方式呢 就有一点差别 一个是所谓的白区代表 一个是所谓的红区代表 是吧 但是呢 即算是有这种差别 刘少奇在毛泽东形成一个独裁领袖的过程中间 可以说是离下了汗马功劳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毛泽东思想 就是他的老乡 刘少奇给提出来的 刘少奇在五十年代的高刚事情中间扮演了极先锋的角色 甚至有人说他是联络了周恩来一起合伙来把高刚给逼下台 因为高刚当时已经被列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 而刘少奇认为呢 他可能更合适于当接班人 或者是接替毛泽东的角色 有人说正是因为五十年代的这一场呢 刘少奇与周恩来 毛泽东 他们所制造的所谓的高刚摇沙斯的事件 实际上就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 一个线索或者是一个 一个炸弹一个陷阱 我不知道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对对对 同意 同意为什么呢 因为文化革命最后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是 他通过高刚搞出来的 东北级第三书记亲自去搞的那些黑材料就是 国民党的所谓敌位档案 这些东西在文化革命中间 给刘少奇定罪的时候都派上了最大的用场 对 那么刘少奇我们知道啊 他在这个 站在这个 毛泽东特殊二线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一线的中国的 最有十权的一个人物 但是这样一个实权的人物 这样一个把毛泽东捧上 这个独裁领袖地位的一个人物 毛泽东是这么说他的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拿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 打掉 这句话你说多流氓 跟痞子 有什么差别 像伟大领袖讲的话吗 所以中共的很多的 所谓路线斗争啊 什么意识前来斗争啊 本质上来讲就是个人权力之争 是吧 所以这一集我们讲的是一月风暴 讲的是图权浪潮 那么我们就有一些疑问 需要通过这一节的徐老师的 讲话 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第一个就是 一月风暴为什么被认为是 文化大革命中间最关键的 一个月份 这是因为 1967年一月份在中国发生 已经大一点 在在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 大的变化 其实文化革命要实现的目的都是在这 这时候开始 开始实现的 就像刚才 何平先生问到的 毛泽东本身是很牛气的对刘少奇说过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但是问刘少奇实际上在拔戒 11中全会已经靠边站了 已经没有 没有权力了 而且动一个小指头可以把倒 为什么还要用整整1967年发动大夺权的这种 全国范围的大夺权来 把刘少奇 再来进行夺权打倒刘少奇呢 这问题一般人就觉得是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可以这么说 毛泽东的野心大得多 他打倒刘少奇可以说是已经被打倒了 但是刘少奇的人还在 党内的基础还是非常之雄厚的 毛泽东光打倒刘少奇是不放心的 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 比方开中央全会 通过决议 举手来打倒 通过党的活发的程序 打倒刘少奇的话 那刘少奇还有可能翻案了 还可以写申诉了 但是如果通过一场革命把他置他于死地的话 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另外呢就是刘少奇的那种 爪牙 在毛泽东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在党政军经济文化教育 国各部门都有 如果不把这 成千上万的这些 刘少奇的忠实的 追随者清除掉的话 也是不行的 斩手绝根 所以他毛泽东要采取一种方式 不是通过党的正常的 正常的党内斗争这种程序来打倒人 就是一个大扶龙的 一种 全国性的这种大 革命的大风暴以来 那革命风暴以来 就不由分说了 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就莫名其妙就可以打倒成千上万的人 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就是 一定要通过1967年 1月风暴这种 夺权的斗争 把刘少奇 及其他所有的人的 那一派的所有的人的 全部夺过来 对所以 明明是一个 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 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 非得搞成一个党内的 全国的 全党的一个路线道争 就是要把 也是简单来讲 就是怕刘少奇的势力 残余势力 转头重来 再来清算 毛泽东 这个是我想起了1989年的 5月份 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我跟一些老干部啊 甚至一些老军人啊 跟他们聊天啊 那么当时我得到了一些名单 所谓的黑名单呀 那么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香港名报上面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极端的事件 才能达到这个 这个 强烟判他们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赵紫阳拉下去 但是赵紫阳的势力还存在 所以六四大屠杀的一个结果是 强烟判他们希望的结果 通过这样一种 大屠杀的活动 可以借此机会清算这个赵紫阳的势力 也可以借此机会呢 去威慑这个 想去为赵紫阳讲话的人 你这我觉得说的太好了 就是 实际上要 进行大换班的话 有一个 非常时期 有一期极端的事件 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嗯 那以这个 这个图群的 一种浪潮 是怎么一种过程 是 毛泽东说你们 每一个省跟 图群起来 还是通过一种 什么样的润样 就是各个地方是怎么图群的 图完群以后 又是哪一些 拿到了自己的这个 拿到了这个权利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6年年底 就是1月30号 他就开始 发表社论 通过发表社论 通过他亲自出面 发出号召 就是号召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联合起来 就要向走资本主义当 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就说的那么明显 他在 元旦的前几天 他的生日的 宴会上 他就说过 他要祝货1967年 要迎接一个 全面内战的一年 他就把话说到这种地步 所以他就是号召大家 整个夺权的过程就是 全国国各地方 各省的各市 各县的 这些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造反派就起来去 他们去夺权 就是去占领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 县委县政府 占领了 把硬霸子拿过来 然后把这些 走资派 斗争 斗争 然后就宣布他们夺权 成功 宣布他们的胜利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胜利 因为真正的夺权要胜利的话 要 要靠 党中央毛主席要承认你的夺权 其实大部分夺权 毛泽东不满意的人 如果不满意的造反派的派别夺权的话 毛泽东是不承认的 或者这些派别之间互相争权夺利 打得 头破血流的话 毛泽东也不承认 他一定要是比较成熟的 活服他心意的 这造反派夺了权以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出 致敬电 然后毛泽东就 跟党中央就发出货信 这得到承认 其实 逐渐的只是 一点一点的 毛泽东精心挑选过后的人承认 这叫 夺权 夺权以后还要成立一个新的班子 这个班子后来把它叫做革命委员会 就代替了以前的 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 县委县政府 在这里边的人就跟以前的干部 掌权的人 省委书记省长这些完全不一样了 就叫革委会 叫革委会 革委会的要害就是他叫做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新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这个原则就是叫做三截活的原则 所谓三截活的第1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 军队干部 基本上除了极少数例外 每一个省每一个市的每一个单位的 第1把手或者第2三把手 都是军人 这是 第1个成分 军队掌握最重要的权利 政治行政部门政共部门这些都是军人掌握的 第2个部分就是老干部 就那些革命干部 其实文化革命都被打成走直派了 没有革命干部毛泽东留了条后面就是 他不是 只要不是 不是死不改悔的 只要他是认证 拥护 毛主席革命路线 拥护他本人的 这些人就叫做是 犯了错误 但是仍然是 愿意改正的干部 这部分老干部 因为实际上掌权要 利用老干部 老干部才能够知道怎么管理国家 怎么指挥调度生产 没有老干部 你叫这些学生拿几个硬把子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这是三杰获的第2个成分 第3个成分就是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代表 他们是 对 第3部分 但是他们表明了 这种这政权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新的这种新成立的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 也叫做新生的红色政权 这就说明实际上是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变化 以前的 权力机构叫做旧政权 就刘少奇的反动的旧政权 现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的革命的新政权 好了我们还是要来问您问的细一点 就第1个怎么托权 比如说 有一个 这个 这个湖北省委 对吧 湖北省政府 对不对 那么他们是不是冲进去把他们抓起来 还是一个什么具体的过程 首先怎么把他打倒 是不是首先把他们打倒吗 对对对 首先是 首先是要造反派组织 首先要联合起来 每一个省造反派组织有几十个 甚至上上百个 他们如果一个单位去 每个单位都去多权 那到底谁 权权在哪呢 毛泽东早就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的前提是 革命造反派要联合起来 首先造反派要达成一致的意见 就我们几十个组织都是有共同的 目标 成立了一个 夺权的一个大派的造反派组织 他们去就是去占领省委跟省政府的大楼 就先派人就把大楼给占了 他不光是派人了就轰轰烈烈的 甚至上 成千上万的人那种神势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式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 一个暴力 暴力的行动 就成千上万的浩浩当当的人马 甚至伴随着武斗 大规模的行动 去占领省委省政府 拿出印 叫那些工作人员听自己的 以前的干部就 指挥生产的干部全部靠边站 本身这些干部已经文化革命 已经被打倒或者是半打倒了 但是生产上的事情 他们仍然要管的 还是有些维持日常运转的 维持日常生产的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摧毁 全部没有 叫这些 职论部门的人都听这些群众组织的话了 然后就 然后 在 本地的一个市中心广场开一个 庆祝夺权成功的大会 给毛主席党中央发 资金店发 发报告说我们夺权成功 在这一步 下一个关键信息 毛泽东跟党中央回不回复了 如果不回复你的夺权就是没有被中央人口 这就 那毛泽东他怎么去我首先还有一个细节啊 他占领了 这个市委省委啊 然后省政府 还有一个电台这些地方站里面报纸 报纸 一般来说在这之前已经被赵盘盘控制住了 电台也一样 但报纸跟电台往往都是在大夺权之前已经是有一个 想有一个这种夺权 比方上开始 前世文汇报 解放日报的夺权或者电台的夺权 我电台是例外 电台是中央控制的 不不许夺权的 对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这是很敏感 说哪个地方给你手心 把电台 电台是最敏感的东西 就是报纸 实际上是 先就 照版本已经夺权已经夺 夺到了 然后才是这 这些 夺权 又有些夺权做得很不好 很不成功 就拿了几口袋的硬把子拿过来 就在那里自己是可以盖章的 但是没有实际上的 指挥权 这是不行的 又一个真正的夺权是要事先做好了干部的工作 干部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同意 参加新的政权里面 为新的这些 展权者服务了 他的工作是做得很细的 照版派是在这之前 花了 花了很长几个月的时间对美一个干部的历史重新调查 觉得他是有可能是忠于毛主席或者是被毛主席承认的人 他们同意来支持这个新的 红色 新生红色政权 他 工作做得非常细的 或者要跟军队已经谈好了 如果军队没谈好 当机的军队不支持你的话 你给毛主席发了 资金店 毛 毛泽东跟党中央是不理你的 就 大多数情况下都都没有成功 就是 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回复 这多全就 那个党政党怎么会知道你们这个是对路子还是不对路子是怎么判断呢 有几点 第一点事先有沟通的 有些多全实践是 大部分最早成功的是同了天的 他早就是在中 甚至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死下跺的权 这是一种就是 有同天的路径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中央文革小组跟党中央毛主席实际上通过 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 就是红三司 他在全国成千上万的人作为他的耳目跟眼线 报告情况 他们是从这里 获得信息的 听了他们的话 所以 当地造反派如果想夺权成功的话 必须首先跟 首都红三司是好朋友 如果你不是的话 首都红三司不说你的好话的话 党中央那边你也同不过 也得不到一个回复的话 也不成 所以 实际上 夺权是一个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行动 实际上有大量的幕后行动 这种幕后行动 包括跟党中央的沟通 包括跟 包括跟军队的沟通 跟红三司这种勾兑 要得到他们的权力的支持 还有要跟干部要做好 一个一个的干部要做好工作 使得干部要投靠自己这一派的夺权行动 实际上是一个很 复杂的工程 这个我就明白了 他不是一个随意性质的 比如说我们去造反制 那么简单 不是把队伍靠进去 把硬把子拿过来 也有很多人很简单 很天真这么多圈 这种多圈往往 成为一个笑柄 多了全世界 没有任何人承认 党中央也不是 自己搞的不干不搞的 退也不是 不退也不是 那好了 后来怎么处理的 后来最后总要是 党中央出面 实际上是 中央是有 周恩来他们几个人分工 哪个人管哪一片 比方这六个省规周恩来管 周恩来叫做很细致的工作 他就对当地的造反派 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 非常认识 比方上次你见到那 蔡文斌 他是四川省造反派的头 周恩来接见他 接见了几十次 时下对 对这些群众组织了解的不得了 到底务设谁以后能够上台 他心里都非常有 有数的 军队也很 很有数 对当地的干部也很有数 当地在群众组织 要把干部的材料 递上去 就是说我务设好的干部 要得到中央的认可 中央不认可的话 又要想别的办法 那复杂 复杂的很 那种夺权 是一个 真正跟 文化革命特殊的 夺权行为跟 推广一个政权实践同样复杂 嗯 还有就是他跟军队怎么连 军队是上面告诉他去的 因为军队有几方面嘛 一个是 省军区 或者是地方 军分区 对吧 还有人民武装部 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巨军 野战军的巨军 这些军队一般来讲跟地方平时的没有来往的 尤其是巨军 对吧 这是这样的 在 在12月份的是 六月年12月份中央就下了一个 下了一个文件也就是贯彻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叫做 人民解放军要 积极的支持左派 夺取政权 所以就是毛泽东命令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革命 要支持左派 然后军队就跟 这些造反派组织或者是当地的任何群众组织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大量的勾兑工作 群众要前方北极得到军队的支持 军队也要 趁其就掌权 本身军队只是军队那点权 现在整个省委 全是一二把手 三四把手 全是他们的人 他们的高兴的钥匙 文化革命 甚至包括任何一个小厂 一个小学校 小学 都是在军队的掌控之下 军队的一个小排长都可以当一个工厂厂长 那种角色 所以军队那时候活动的是非常积极的 他也要务设在 造反派队伍里面要找自己的代理人 他也要找自己满意的干部 所以那种 博弈是一个 多方面 非常错重复杂的过程 是一种军管 是一种造法判 但是实际上后面隐藏的是 最后面那个中央的操纵的手 实际上操纵的手呢 军队哪些军队赤 对吧 老干部留下哪些老干部 把原来刘少奇的人 或者其他的人 他们被干掉 早就列入这个黑命当了 对吧 你们判 这个造反方可以把他们干掉 对不对 留下他们 这个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他们信任的人 是不是这样 那就等于是一个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斗争 那完全是 就是我们这些傻乎乎外面的老百姓 就以为他们是一场革命 是一场自发的革命 实际上完全是一场安排的革命 所以 整个过程军队起的作用是最大 因为几乎每一个省每一个自治区 第一而把手都是都是军队的人 所以当初 苏联我们叫做苏联修正 苏修来攻击中国的攻击毛泽东本人的时候 他们说的话就是 毛泽东用一个军人政权来 取代了以前的文官政府 这是 苏联说的话 我是偷听莫斯科电台 我亲自听到的 军政府吗 实际上 但是问题也出了很多军队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军队几支不同的军队野战军 地方军队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不一样的 一二二三四四六个事是很清楚的 对他们支持的人也不一样 造反派里面还有那么多派 干部 比方我说这个干部可以当第2把手 原来的省长可以当第2把手 另外一派又不干 军队有些干部要支持 有些干部不支持 所以整个过程是 1967年 实际上 真正夺权成功了 只有几个单 几个省市自治区 另外的都打得一塌糊涂 最后 可能过了再两年时间的 完全靠中央的态度来决定 中央一个一个地方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解决问题 真正并不是说的 纸面上说的那么冠冕堂荒的东西 里面那种权力之间的勾兑是 太多了 这些后来这些军人的命运怎么样 军人的命运 军人当初 军人红了 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 那是非常之红 像我后来在一个小厂当 当工人的时候 一个大工厂 一个就是军队一个排长 就是军管会的 主任就当下来了 每一个大学 每一个省市 这些都是 像成都 四川省的军队前四把手都是 都是军人 就到了这种任督 但是后来到了 从1968年的8月开始 毛泽东就 觉得可能 就警惕了林彪这支 军队的力量是太伟大不掉 他有点管不住 就用 工人 毛泽东思想宣传这些 代替 军人 工行的 最后 局势 稳定以后 过了三年 三四年 四五年以后 就逐渐的军人全部退出来了 就是以前的 葛委会的第1把手 第2把手 第3把手 凡是军人的退了 实际就是有 以前的文官 表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表示毁过 重新要忠于毛泽东那些人 逐渐由这些人来代替了 比方赵紫阎 最后是四川省1把手 开始 四川省的第1把手实际 好几届都是军人 都是 中将级的 本来是 西藏军区司令院 张国华当四川省 省更伟第1把手 18军 后来又 张国华死了以后又换成五四军的人 又换成别的人最后 最后是文官赵紫阳来当 省更伟第1把手 那您还能不能描述一下就是哪一个省开始 开始托权 然后哪几个省托权非常成功很厉害 其实在 1967年叫做一月风暴 所谓一月风暴就是全国大夺权大斗争的时代 一月风暴是一个很文化文革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一月风暴夺权的时候大概有这么几个在全国走在最前面夺权的 一个是黑龙江 一个是贵州 一个是山东 一个是山西 再加上上海 大概就 被中央任何夺夺权的 大概就这些 因为夺权行动 全国的夺权延续了两年 一直到1968年的9月5号 西藏自治区跟新疆自治区夺权 最后成功才成立一格务会 但还有一些小地方没成立 所以我说 整整两年期 时间才一个一个格务会的 这么建立起来 在1967年的1月份大概就是这 这五个单位 这五个单位 实际上海市算是在后面的 就1月份他们 在夺权浪场中 他们都 都涌现出来了 但是在他前面的还是 贵州 黑龙江 山西 山东这些东西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还能讲 贵州和山东 这几个省份有什么特点 他们他们为什么那么早就开始脱权了 夺权比方 黑龙江的 意思就是 黑龙江的第1把手叫 潘富生 潘富生是毛泽东 误设的就是干部里面 最能够正确对待群众 最能够正确的对待 毛主席革命路向的人 潘富生被当成是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 但是毛泽东 居然这么表演他 把他打得再惨斗得再惨 脸上涂的 涂的那墨子涂成是涂成花脸 斗完了下来以后 衣服一换脸一麻又继续工作 毛泽东说这种干部是好干部 你看不计较任何云主的 所以他当第1把手 黑龙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另外的省份有些是军人实际上是 一般由于他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持 他一般都是搞 支持血统论的红卫兵 支持保守派的 那时候有少数的人 比方贵州 贵州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李在寒 他就能够从军人里面自己主动跳出来 支持少板派 对毛泽东一下就 非常高兴 又投起手号 毛泽东一下就把他护着的 地方的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员能够主动跳出来 跟大多数军人的 做法完全相反 跟他们的态度完全相反 能够主动跳出来支持少板派 所以他就也是一个觉得在这里的情况 很成功 很成 夺权的条件是很成熟的 也有他 当然毛泽东最欣赏的是上海 对那我们讲一点上海 因为上海 从您刚才讲最开始是黑林江 山东 贵州 上海是比较后面的位置 但是后来讲这个一月风暴的一个 一个重心就变到了上海 这什么原因 为什么 上海要 被毛泽东这么看重 是不是因为张春桥 姚文元这些人 应该有这 可以这么说吧 上海是第1月风暴里面涌现出来 第1梯队夺权里面 比较靠后的人 但是呢上海实际上 毛泽东把他塑成是最后把一月风暴的 法体都归功于上海 把上海作为是一月风暴 夺权的样板 然后号召全国的造反派向上海学习 而不是向山东 黑龙江贵州这些学习 大家就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的 明明是他他在第1梯队里面靠后的人 为什么不说黑龙江 黑龙江当然中央也罚了社论 叫做东北的蜀关 为了庆祝贵州夺权成功 叫做西南的村雷 都是罚了社论罚了货点的 但最后为什么是要把 夺权的 罚动的侧远地说成是上海呢 有人就 这当然就靠自己分析 有人分析 上海实际上是毛泽东 自己搞的一个基地 王 那时候还有王洪文还不行 江青 张春桥跟 姚文元 都是毛泽东最嫡系 就觉得要把这 荣誉跟功劳给给自己的 心服 就是我最 最信赖的 心服之称 我现在全国离了一个大功 这功劳到底属于谁 我就把它给给 上海帮这帮人 这是一个解释 我的解释 就 承认这么一个因素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 实际上 上海是毛泽东最理想的 夺权的样板 首先就他 掌权的那批人 是他的 文革中 心服中间的心服 最铁杆的心服 这点是很重要 最后像 盘复生 李在寒 最后 都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他们 也 意识很满意 但是也并不是最终满意 但是 张春桥 杨文元 那就是铁杆心服 就是始终满意的人 毛泽东是很 看重这样 还有重要因素就是 一般干部对文化革命 是抵触的 你把它截获出来 投靠 新兽红色政权 那些干部要重新 登上 领导 老岗位的位置也是很高兴的 但是总是对文化革命有点 不服气 看不惯 总是很不理解 很不 跟得不紧的 上海不一样 上海的老干部 马天水是业务能力极强的人 就可能像现在韩正 这 这类的人 他业务能力 极强 一个标准的老干部 后来邓小平 上台的都想把他拿到自己这边来 结果失败了 那人就死根 就是业务能力极强 一个标标准准的 勤勤更更 业务极其精通的一个干部 他是死心塌地的 过来 而且上海这种干部 是一大批 还有王少庸 还有徐锦仙 这干部队伍是最成熟的 然后 铁杆心腹也在自己这边 军队也不成问题 所以我觉得 实际上 毛泽东最满意的一个样板 应该是上海 事实上也证明上海是毛泽东 最好的点 后来文化革命被 四人帮被抓起来 文化革命被否定了 唯一准备靠军事政变起来抵抗 华国锋 抵抗叶奖赢的 就是上海 直播他没有 没有成功 但是就说明他们确实是毛泽东看得非常准 他们就是紧跟毛泽东 始终是 最坚决的 相信毛泽东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上海在 跟党中央分庭抗理搞一个武装国局 那个局面 华国锋叶奖赢 世界是个 架不来台是一个很难为的事情 对 所以毛泽东是很 眼光是很准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上海的规模是 还能将和 贵州和山东不能比的 对你说这点我忘记说 这也是一个 上海也是一个在 中国国民经济中间扮演了一个 举足 有群众的地位 当时我们都知道有概念叫做 上海的国民生产种子占全国国民生产种子 四分之一 对 他一个地方就占四分之一 所以抓住上海就抓住了大半个中国 这点是很重要 文化革命中央我们都知道 我们四川这什么供应不好都是靠上海 买自行车是上海的买 买布是上海的 手表是上海的 除菜到上海去买糖果带回来 全是上海 所以抓住上海 实际是抓住了中国的 抓住一个龙头 对 因为他正是因为经济的地位 国际上的民生 然后在中国的这种 政治的分量老干部之多 因为国民经济比较重要其中就是因为他的企业比较多嘛 企业比较多的话 工人也比较多 工人在造访法里面 实际是一个骨干的力量 你说这点我又忘记说了 毛泽东之所以满意上海还有一点 上海的文化革命主力军是工人而不是学生 其他地方都是学生支配局面 学生是主力军 所以这么多条件加在一起 但是 不论怎么说 大家像我们研究文化革命还有一点 历史在毛泽东手里完全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明明是其他几个省比 上海走在前面了 毛泽东为了达到自己在全国一盘其夺权的这种局面的话 他一定要把上海 塑造成典型结果就是他 有他来带动别人 如果其实 其他省就不服 明明是我们先 先成立各委会 为什么是一月风暴是带头人是变成上海了呢 这就是搞政治的那种 不择手段的一个 我们又拿这个1989年六四大屠杀来做一个比较嘛 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你看看上来的人都上海人 因为可见上海在中国是第二政治中心了 对吧他甚至是一个取败中心 对现在起的作用也很 上海时间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地位 它的级别跟一个大区跟 跟一个省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它的作用要大得多 那上海还成立了这个 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嘛 上海人民公社是吧 上海人民公社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就是 我们在理论上来讲概念来讲 知道巴黎公社 这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概念 在上海的这个人民公社 他真的建立了一个政权吗 就是上海人民公社 神神是成立了 实际上 新生红色政权别的地方叫别的名字 上海首先就叫做上海人民公社 他的事情也是 我们讲一月风暴讲1967年大多圈里面 非常有 非常有去之的一谈的一个事情 他是这样的1967年2月5号的时候 毛泽东就命令他身边的人 文革小组副主长王立 给在上海指挥 当地夺权的 张春桥打电话 就明确下命令 就是 你们推翻了上海市委 上海市政府 你们要成立一个新政权 这个新政权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上海公社 毛泽东本身就是明确就这么 其实毛泽东 他 他早就有这个主意 因为在1月30号的红旗杂志社论里面就说了 说毛毛泽东在 表扬北京大学列院子大字报的就说这是二十四近六十年代 北京公社的一份宣言 对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天才的预见到了 未来的中国新政权的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毛泽东在2月5号又通过王立 告诉张春桥你们新成立的政权叫做上海公社 张春桥停了以后就 就自己在那里 筹备夺权 搞搞定以后就还 打电话回去通过王立告诉毛泽东 我们把它叫做上海人民公社 本来本来 张春桥其实最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没给他打电话之前 张春桥就把新成立的政权叫做上海新公社 毛泽东已经说了要叫上海公社的话 所以他就把他叫做上海人民公社 但是过了10多天 张春桥成立的别的地方成立的叫格尔委会 他成立的叫上海人民公社以后 成立了以后 受到了一个非常 吃了一个闭门根 癌了一门棍 他去给上海 党中央发了货点 他是最得意的毛泽东的心服 党中央没有给他回复的 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也没有也没有报道他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吓坏了怎么会让我们的东西怎么搞黄了 不被不被承认 他是最得意的人 结果他他的报喜的东西 没有下吻 他就他就吓坏了 最后 他觉得毛泽东不满意 最后毛泽东其实没有怪罪于他 最后毛泽东 就就把 张春桥找来就告诉他 还是不要叫做上海人民公社 而且跟他讲了自己的原因 毛泽东 毛泽东说你叫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的话 那全国都叫公社 那中国叫什么呢 我就是中国公社的社长了 我就是社主任了 这不好 其实这有两种说法 我 看都有道理 第一是在 在2月11号 叶剑英就代表党内的老干部 代表党的元老 向毛泽东发出旨意了 说怎么叫做公社 公社什么意思 我们心目中共产党是 天下 我们只知道有党委嘛 怎么变成一个公社来了 公社什么意思 那以后 中国叫什么呢 中国叫中国公社 外国员 外国的大使馆 帝国书 递给谁呢 这些问题就提出了执意 实际上是 叶剑英的执意 实际上指的是 他们是有那种 代表旧政权跟旧势力 对这种 兴盛红桌政权提出执意 但他不敢这么说了 这么说就是反对毛泽东 主席了反对文化大革命 他只能从形式上来说 帝国书怎么办呢 你国号叫什么名字呢 国家的国体跟政体 叫什么名字呢 那也可能毛泽东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也许是向 党的元老让步 所以毛泽东在 叫 张春桥改说 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算了 不要叫公社 叫公社以后 国体政体不好办 别人帝国书 递给 人民公社社长 但是 中国的农村教公社 那是怎么回事 农村公社是1958年成立的 就是 从 初级活着社 中级活着社 高级活着社 这么来的一个 实现一个大型的活着社 对 这叫公社 但是 毛泽东 当初 只是 张春桥叫公社 实际上毛泽东有一个 范本就是 巴黎公社 对 这时候 文化革命为什么 把包括我这样的人都有 有极大的 吸引力 吸引去 舍舍舍舍舍舍的 参加文化革命 因为巴黎公社在中国当初 意识形态中 也是有非常官惠的形象 关于政权 采取巴黎公社形式有几个要素 第一是要靠普选 就像现在香港 真普选 领导人是 真普选选出来的 第二条是可以随时 撤换的 说你不对 就可以撤换 不能你 你就当上去 更不用说 绝对没有终胜制了 第三个要素就是 当上领导的人 他的工资跟普通的工人的工资 是一样的 我们心目中理解的 巴黎公社 就这三个原则 毛泽东 实际是用巴黎公社的原则来作为 吸引力 跟号召力 来号召大家 支持他 所以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他一开始就 只是张春桥用 上海人民公社 如果真是 全国的 成立的都不叫 叫什么 四川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的话 那可能就要实行 巴黎公社的原则了 那就是一个 但民粹主义的 民主的一个 真正的 民主形式政权了 所以 叶江英 一发难以后 毛泽东就 赶快 觉得可能 还是有道理 就叫 张春桥改了 从上海人民公社 又改成上海市革委会 他招牌 他本来的招牌已经挂出来了 把上海市政 上海市 那不叫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 就相当于上海市政府 招牌砸烂 烧掉以后 挂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 已经挂好了 毛泽东罚了 然后在指示以后 张春桥马上就 听毛泽东话 又把招牌换过来 换成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招牌 那我们整结一下这一集 您觉得他的整个的 图群运动 没有受到什么抵抗 反对就这么顺利进行 其实不顺利 你看1967年 1月份开始 一直到1968年的9月5号 全国才实现所谓的 全国山火一片红 那时候叫当然也不忘打一个括号 除台湾省外 就除台湾省外的全国山火一片红 一片红就这样来的 全国山火一片红就这一次 每一个省都 变成形成红色政权 掌圈了 其实那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 大量的 斗争 这种斗争首先是造反外 不服气 都想我自己去夺圈 我想 都想是自己一派掌圈 大家不干的 为了夺圈 他们之间打得很厉害 甚至动枪动炮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这是一种打法 然后军队之间 也是矛盾 很多军队是不一样的 比方四川省 五四军跟五十四军不一样 一派支持这一派 一派支持那一派 那就看军队哪一派 实力更强了 但最终的裁决权 如果军队是 两派负不负 是互相对抗的话 然后军队就把权给 给自己支持那派 表面是群众在打 群众打的是 解放军最新式的武器 在打仗 都是因为夺权的 闹得很厉害 真的打 真的打牌 那种除了飞机以外 除了原子弹跟飞机以外 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 真的打死很多人吗 打死很多人 像我在四川那种那种武斗都成建制的组织 一个是一个是 群众 群众组织的组织 一个是一个是 武器都是解放军拿的是 最新式的武器 连中国解放军有些自己没有装备 来不及装备 只是提供给越南 抗美媛媛用的 这这些武器都用上了 比方 市管的 高射炮用来 瓶瓶瓶 那我到重庆军那打的是 重庆大学打的满目传异的 那 曾经好像很厉害是吧 四川 尤其是重庆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整个建立新生红色政权 进行的很不顺利 变成大屠杀跟大武斗 群众之间用武器 明火执政的这么干起来 军队之间也有矛盾 干部之间也有很多问题 干部你不扶我 我不扶你 所以这种东西要抹平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 有的时候一个省 比方三西省 建立了红色政权 最后又拖了 拖了一年年 最后才把事情真正的搞定 最后中院才能 才最后才承认 后面的省每一个省都是 非常不顺利的 打的是 用头破血流来形容 都是太轻了一点 完全是有的时候是打的是血流成河 这种 那这个死亡的这个人数有没有统计过 这我觉得可能有统计 但是官方没有公布 一般我们大概使用的一个数据 大概 这五斗市的人有100多万吧 100多万 对对对 100多万我觉得 我愿意接受这个数字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比方 几乎每一个学校 在五斗中间都是 像我所在的成都市第一中学就死 学生就死了 真是被枪打死的 就整个实际上这个一月风暴的过程 引起来的这场到第2年的9月份的这个 过程中间 中国真是像毛泽东说的是 全面全国进了全面内战 而且是真枪实弹 而且用的是军队最好的武器 就在那里打 这群众组织就组织成建制的部队 组织一个师一个团 当然还有更零散的那种情况也很多 就在大城市在农村在 在什么地方 都这么打全国打成一片火海 这文化革命一般人都没想到就 这就是毛泽东那种全面夺权 一月风暴带来的卧国事件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大家都没有清算甚至不太 不太了解 实际情况 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内战和自相残杀 而且这个残杀主要还是在这个 年轻人内部 主要是年轻人 群众组织之间 像重庆那 多少 多少艘轮船 把它改装成军舰 在朝天门码头 七八艘军舰一起开火 一起 上面有炮有枪这么打 打成了多少艘军 什么 真正的坦克也开出来 自己改装的坦克也开出来了 高射机枪高射炮这些都 那后来文革之后 拍了这么多电影 写了这个多小说 真正描述这种 战争场面的不多啊 非常少有一个电影就是 正义拍的叫《风》写《红卫兵》 《风》嘛 《风》《风》也在《风》 对对对他都没有把那种 最残忍跟最激烈的情况写出来 但是他把这种悲剧表现出来了 就是由于自己的虚幻的理想 最后丢掉了神明 浪费了自己青春这点些人 但是那种 海山倒海的大规模的武斗 你看我算文革还了解一点点皮毛嘛 但你说我经常是说什么武斗 我就一般一般就想起来 偶尔打几枪 对吧 偶尔就拉到这个木棍 或者是什么工人的武器打一下 你真刀真枪这样干也是这个 还有军舰这个 为什么这些文革以后 没有这些 组品描述这个事情 一般是官方 不愿意让大家 说这些事情 像我自己 我也情深经历过武斗 我想去看 我在 四川的 西山 那我 我观察了一支部队 那就是非常之训练有素的 那武器都是非常好的 上百人一直都会到处去打 一直激动的野战部队 把对方打 那 他们把对方打 打死 放在那路边上 放了好多天 我看了 我就想那子弹就从后脑进去从前脑出来 这些我都是亲眼目睹的 四川万象那些地方的武斗叫做 卢州的大武斗 双方动用的比你都是 三五万人 十枪实弹的三五万人这么这么去打 但是后来这个军队居然还被控制住了 军队出动了 这种群众武斗 枪也再好 枪再多 还是无火之中 如果军队一旦要出动的话 军队要脚戒的话 那群众组织还是受不了 后来那些枪支子弹流传在民间 那么还是交上去了 我觉得共产党还是很厉害 他发了几个 七三七二四布告 那些武器都基本都收的干干净净净 就下了一道命令以后 这些罩盘卖组织 他平常从军队那里得到的 抢来的 偷来的 或者要来的这些武器 全部上交 你如果 不上交的话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谁也不敢施创武器 那这些打死人的人后来有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极少受惩罚也有 如果是太 太像一个刑事外 如果是滥杀无辜 可能就要受惩罚 其实打死了很多人 但是一般受到惩罚很少在那里 因为掌权的那一派跟屠杀 当地群众组织 武力 强大的能够屠杀对方那一派都是一道的 比方广西的例子最明显 广西的一派是受 广西军 军区政委委国卿的支持的 军队就跟 就直接去屠杀另外一派 所以在群众组织中间屠杀另外一派人他受到军队的保护 他们这一派掌权了以后 他所以 广西的叫做处理文化大革命一流下来的问题 十几二十年以后都没处理处理干净 对 我们就出了一套这样的书嘛 资料嘛 好了 这一期您还有什么要整件事要讲吗 没有了没有了 好 我们看下一集第十二集我们是讲什么呢 两个文革的说法和钱宏总的这个造反活动 谢谢徐渝先生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我们的观众 请大家继续等待收看文革博论第十二集 谢谢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